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应该就走着影先 7月8日小小春降生一个礼拜 也是陈小春的46岁生日 眼看儿子的生日跟自己只差一个礼拜 陈小春果然兑现承诺 公然在微博发了一张属于小小春的小春字特写 引起网友哗然为官 有人恭喜陈小春终于帮儿子的性别所鉴定 但更多的是铺天盖地的吐槽 纷纷直呼重口味和不忍直视 也有担心陈小春此举会长远影响小小春的心理发育 呼吁微博把这张涉嫌违规的图片铲除 不过陈小春当然没有理会 继续边庆生边斗儿子 爱奇艺香港报道